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我相信大家对于现阶段的新闻都还是因为中国疫情的严重 大家都闷闷不乐 各位对不对 尤其今天一早看到怎么北京封城 接近中午的时候 新闻又爆出来 上海也跟着封城 大城市全部封城 各位你很担心吗 各位那个国家大事你没办法担心 你自己顾好自己就好 那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帮助对台湾最大的帮助 希望看一言新帮的所有投资人都平安健康 也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专业归专业 我们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研判这个大盘 各位专业操盘正面迎战 到底有没有封城 我告诉各位好了 根本是罗生门 因为蔡老师在中国大陆经商十年 蔡老师跑上海北京天津 我一大票的朋友都欺业界的 他们莫名其妙 他们就说没有封城 奇怪我的消息从哪里来的 各位 那为什么台湾的新闻报说都封城 各位上海今天开工日陆陆续续复工 有一千万的外省的要进来上海这个大城市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考验 但是没有封城 各位我也觉得奇怪 那我们新阶段看了那么多的一个新闻 到底有没有封城 这很严重 因为今天2月10号 原先定好是很多电子大厂的开工日 各位对不对 一早的时候讲说 鸿海没办法复工 严不严重 当然严重 各位广达没办法复工 合硕没办法开工 各位严不严重 严重 台湾股市因为这样子一开盘跌多少 跌了快200点 跌了189点 那奇怪 那如果这么严重的话 是谁在买 各位 除了护盘力量 各位有谁在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新台币会有扁转升 还是这个是网路假消息 根本没有封城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回到现在来看 来各位 今天的台股一开盘跌了189点 一路往上拉 这个我一早就跟我的学院朋友讲 各位 尾盘你绝对不相信 现在收盘了 各位 请导播打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尾盘只有小跌38点 来各位 那我再问你 入股如果是又延后开工的话 很严重 但是入股也没跌去哪里 那问题就在于说 那现阶段到底这个各大城市 有没有封城 各位 你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错误判断 就把这个大盘想的太空 那你今天全部又被人家接走 各位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 今天2月10号 台湾股市也没有破上礼拜的底 这我上礼拜五回档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说过 上礼拜一 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因为大陆股市3000家以上跌停板 这个对股市才是正式的一个冲击面 所有的一个消息 包括疫情的加重 都不会比3000家跌停板严重 各位对不对 你看看 上礼拜一 二月三号 入股3092家跌停 那台湾股市也是大跌将近400点 357点这样拉上来 尾盘变成跌140点作收 各位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虽然跌140点 但是那是止跌K线 各位有没有 来 上礼拜一 一个礼拜前 我跟你讲 我说这个护盘意味出来 这叫止跌K线 虽然有跳空缺口 但是礼拜二补上去就好 就会形成一个V型反转 所以上礼拜一我研判之后 礼拜二开始全部大涨 各位对不对 礼拜五稍微回档一下 今天的台股再给你杀低 200点又给你拉上来 又谁再买 各位 你看看 上礼拜五 外资其实这一波并没有积极买超 虽然新台币有升值 上礼拜五也卖了将近100亿 87亿 但是说实在的也没有跌多少 跌100多点而已 你相对台湾股市现阶段来到12000点 算是微乎其微 重点还是摆债 如果新台币这个时候要升值的话 你没有悲观的理由 虽然我们不希望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甚至于重庆封城 各位是不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 台湾股市 跟这些封城应该没有关系 各位对不对 如果新台币要升值的话 台湾股市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投资的标的 尤其是法人 他的避险的什么 一个优先选择 所以你看看今天2月10号 贬值到30.162之后就转为升值 现阶段还在升值 能不能够升过30块 是这一次的一个升值的最重要的观察点 我认为会市才是关键 再来决定期货市场 最后才是 最不起眼的市场 就是你投资的股票 各位你知不知道 2月3号那时候贬值30.358最高 一路的升值 各位是不是 那我也跟你讲 IMF会逼使 各国央行 宽松货币政策出来 所以钱还是要跑到股市 是不是 我都领先跟你讲 这一波的一个台股 什么时候开始贬值的 就是到29.8 升值到最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达标 都被蔡老师命中 1月14号 所以 关心股市会涨的股票 不会跌去哪里 逢低买就对了 你找产业面选股 就像我们一样 不会有问题的 都是要大涨的个股 现阶段就是逢回 赶快做买进 那你要看会市 什么时候大行情点燃 新台币大涨 各位 这样不就得了吗 战胜恐惧的秘诀 我讲了两年了 投资股票 你为什么会有恐惧 你不了解产业吗 你了解产业的话 你就不会有恐惧了 所以我跟你讲 唯有来蔡老师这里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OK 那你再来看 红海到底有没有开工 你看 11点半的时候传出来 郑州厂获准复工 那跟我刚刚打电话 去上海求证的结果一样 各位 人家说没有封城 你台湾是哪里的消息 我不是开报社的 我也是看报纸 各位对不对 我也是关心我的一个什么 大陆的友人 对不对 这些企业界的一个好朋友大哥 他说没有 陆陆续续复工 所以你看这是罗生门 那你看 红海也是一样 今天开地之后 马上拉上来 深圳跟昆山 也在跟 大陆的一个什么 一个地方政府协商 看看能不能马上复工 所以你再来看看 今天的红海 如果有办法 打出两只脚就漂亮 当然这个 低点的一个什么 一个红K都是要利空淬炼出来 你如果没有产业面当背景 你没办法买在这么低的一个点 各位 红海要涨还是要看金顶 各位是不是 那蔡老师为什么有什么本事 跟你讲产业选股 今天又礼拜一 我上礼拜一跟你讲什么 上礼拜一是不是2月3号 我是不是直接拿这张跟你讲 我明天晚上要讲这个财报加的个股 抗震墙 带动相关个股 今天也一样 我今天都准备好了 那你看我上礼拜一讲什么 我讲星象 我跟你讲 一月份营收普遍衰退 唯独宅经济 星象反而会逆势串起 你现在再回顾一个礼拜前 蔡老师讲的东西实不实在 来 你看看星象 那时候礼拜一还大跌 跌到443 有看到吗 证据都在这里吗 我跟你讲就是星象 你看看礼拜二 2月4号 礼拜三 礼拜四 2月6号 然后礼拜五 508创新高 来 508 星象 今天的星象在台股大跌当中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3293的星象 是不是一样给你 又再大拉台 各位星象 508今天收498 明天再涨10块 再创新高 来各位 你看看今天 我印的时候还是88 今天收盘收498.5 我印完之后拉了10块半上去 你看 蔡老师的专业为什么坚持 这就是产业 所以我问你 法人归队之后会买什么股票 买蔡老师的股票 因为我就是做产业研究的 那你今天不做产业研究 你一天到晚只是在好的时候 觉得台湾股市要涨到2万点 不好的时候觉得台湾股市要跌到6000点 你没有发财的命 各位 我讲的东西 1就是1 2就是2 都是预告性的 你自己去看 讲了两年 各位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还没加入的 拿起手机打开赖 官方账号搜寻品封 你按加入 你自己去看 各位 YouTube你也可以订阅 东森一言新邦 对不对 明天的东西在这里 元月营收逆势成长股 会带动的相关个股商机探讨 今天才2月10号 我又跟你讲 明天晚上我要发表的重点题材在这里 上礼拜二 听说我的收市率飙翻掉 各位 四五十万人在收看 你看会不会飙翻掉 各位 你看看 蔡老师有史以来 历史新高 我说收市率 所以真金不怕火炼 盘越难做 我们就越显得突出 蔡老师的资讯就越显得珍贵 各位知不知道 你看环球金 从今年以来就跟你讲 细金源个股 环球金跟中美金 各位是不是 然后一买之后 法人是不是一路的一个抬轿 这才会赚钱吗 各位 是不是 然后一卖掉之后 你看当天晚上 你看十点的一个什么 一个新闻 真的 蔡老师怎么知道 还卖在早上的糕点 各位 我怎么不知道 不然我怎么带你 你看 细金源 今年展望很乐观 各位是不是 中美金也一样 各位 包括新日新 各位是不是 我说新日新 看看 因为他明天还有一个题材 明天台股七月日 明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各位 看有什么利多 营收十二月份 续创历史新高 元月份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这就是产业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好处 你不用再去怕这些消息面 有时候消息爆出来 如果是假消息 那已经影响你两三天的判断了 回到产业面吧 各位 赶快回家吧 各位 运气不会降临到放弃希望人的身上 就差一线而已 各位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你把钱准备好 蔡老师教你如何买股票赚大钱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哈喽 感谢曾伟 希望所有收看一言新邦的投资大众 都能够平安健康 也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地球恢复正常的作息 不要大家一颗心 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负能量 这也会影响别人 整个都感觉很不好 对不对 当然股市里面 不管好跟不好 就像大海里面 你要找到有余的地方 都要有专业的能力 专业的经验 所以我希望你来到丰盛号上 我带领你走唯一安全的航道 丰盛概念股 我们靠专业 专心结网 我们等于来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通通都是Live的 包括现阶段Live 对不对 明天晚上的东西 我也现阶段跟你讲 今天一早上的时候 8点40就丢给电视台 各位 哪个老师做得到 没有人能够模仿 蔡老师的节目 各位你知不知道 蔡老师这个节目 就是公开让你印证 你看今天 这上礼拜2月3号 就跟你讲2月4号 对不对 星象有谁的家 那时候还跟你讲 星象元月份 我们估计 它的营收位很好 结果历史新高 礼拜五创新高 对不对 还没加入的 品封大中华赖生活圈 免费让你加入 你拿起手机自己按一按 官方账号搜寻品封 你把它按加入 你自己去看 这个时候更需要散户的守护者 蔡老师来守护着你 各位 包括YouTube 你要看影集的 你在社群里面 你去按 点击社群 然后按一言新邦 把它做一个订阅 明天2月11号 主题在这里 元月营收逆势成长股 那元月营收 今天虽然是2月10号 但是因为过年 还有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延到2月15号公布都可以 所以说现阶段有公布的 各位你就知道 那个公司派一定很积极 不然他们拖到15号公布就好了 所以现阶段这几天公布 不然你心想为什么上礼拜就公布 这个公司派一定积极到翻掉 各位 所以你要有这种敏锐的什么 专业 各位 现任蔡老师的专业 才有资格支求对决 各位知不知道 友达 有没有护盘 就看这个 你看今天友达是不是抢 从11月21号 当时友达破8块 我就跟你讲这要去 38万股民 群创35万股民 群创还破7块 一档破8块 一档破7块 蔡老师跟你讲说要涨 你都不相信 结果现在友达要挑战12块 各位 群创要挑战10块 各位 现在就是 所以现阶段护盘的力量去拉这个 很轻松 第一个套牢的不是套牢在这十几块以下的 都是套牢20块 那都打死不贵的 所以才会聚集38万的股民 难充难地 各位为什么 你们一天到晚看净值 我这公司这群创净值25块 怎么拨到6块不合理 你当初买20块就是这样买的 对不对 25块的净值怎么来到20块赶快买进 结果跌到6块 友达也一样净值20块 怎么来到19块我赶快买进 所以我问你现阶段友达拉到11块 哪有什么解套卖啊 还很远啊 各位是不是 所以现阶段有什么 包括精通方缺料的题材啊 不要讲洗上加洗 因为我们不会落井下石 题材丰富一点 趁机拉 所以就有表态 对不对 就像台积电一样 你说台积电ADR跌了3%多 你说今天的台积电 跌不到1块这样好不好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不然照到你这个盘 直接棄手 大盘开低200点 台积电直接跌10块 因为他ADR跌了3%嘛 各位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守住台积电 那今天晚上ADR就要大反弹 那你就等今天晚上的美股嘛 大力光也一样 说啊这个复工啊 柯林啊 惨了 对不对 影响业绩 影响苹果供应链 也跌不下去 而蔡老师跟你讲 的什么 Sony 今年为什么会大发飙 各位 还调高财务预测 它逮到对的产业嘛 对不对 CMOS嘛 原项 各位是不是 一路飙不停 包括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2月6号上礼拜四 2月7号上礼拜五 今天的原项还标到182 各位 你看原项 蔡老师跟你讲了三次 为什么蔡老师的节目 那么多的一个投资大众在看 还叫他朋友一定要看 因为结产业面的节目就只有我嘛 其他的呢 其他的都是在跟你演魔术吗 对难道不是演魔术吗 每天给你变掌停板 不是演魔术 不然变什么 变鸽子啊 各位啊 听这个才会赚钱嘛 产业面的东西才是法人去认同的方向 而不是变魔术啊 各位啊 你看金像光也一样 CMOS CIS元件 各位 国具集团的同心店 有没有机会 看看国具他们怎么资金运用吗 通常啊 这一种大家都知道 国具集团都一套资金嘛 他们要摆在哪里 他的集团股才会动 都一套资金在刷来刷去 各位 宏杰科 各位 今天也一样又逼近了100块 对不对 底部成立 包括我跟你讲的 今年2020年 就VSALE的一个使用量大增 会从去年的5100万只 变成2.1亿只 所以包括什么 包括文贸啦 包括全新 这一些都是出现什么 抗跌讯号 因为底部完成嘛 对不对 产业面转强嘛 各位是不是 那刚刚讲到国具 国具也有题材啊 国具的题材 从200块啊 203块 蔡老师跟你讲 这边底部了 现在就让400多 来到500块之后压回来 还有没有题材 公司派很做多 公司派为什么做多 包括今年第一季第二季啊 MLCC的一个报价 都还要再调涨 各位你知不知道外资呢 也在调高他目标价 说实在的外资真的害人不浅 你想一想当初1000多块 谁给你调到1600的国具 给你调到2000块 这些外资现在还有 还有脸出来讲说 要调高国具目标价 那你也可以来调嘛 涨的时候你就调嘛 跌的时候就马上降嘛 各位你来当外资好了 外资还请一大堆博士 在那边乱调目标价 各位这不用看了啦 那目标价有时候是害人的啦 各位要看整个产业变化 对不对 国具当时我就跟你讲 我来救你了嘛 拯救国具大作战有没有 一买是不是现赚涨停盘 什么是专业 这才是高手嘛 对不对 是不是结束漫长的等待 并购这都公司派的杰作 那华欣科有没有机会 实在一点对不对 齐立新国具集团的 还有什么 和声堂 产能百分之百在台湾 现在不是在烦恼啊 大陆到底人家复不复工 那你要不要感谢中美贸易战 为什么打了一年半的中美贸易战 让很多公司早就已经签厂了嘛 各位是不是 移回来看看新竹还是南科 或者是移去哪里 移去别的国家 都很多都离开中国大陆啦 那我刚跟你讲的被动元件 你看和声堂它产能百分之百都在台湾 所以大陆的疫情对它没有关系 有没有开工发红包 对它也没有关系 不重要嘛 各位是不是 所以它今年MLCC的产能 它说要从10亿颗变到16亿颗 所以你有没有清楚这一些的一个动态 会决定你后面有没有钱赚 而不是要担心这个疫苗什么时候出现 这疫苗有没有什么时候出现 这也是人家的一个规划 有的人说很快 有的人说半年后 那你还要担心半年后 现阶段抢到了卫生纸 还要抢什么 抢奇奇怪怪的 对不对 还有命理师啊 去跟人家抢什么酒精 上社会头条 在薄板面 薄存在感 真无聊 各位啊 好好的在家里 跟家人守候在一起 这是最棒的财富嘛 各位 你看微星2月6号蔡老师就跟你讲 你看上礼拜四礼拜五还创新高 你看技嘉 那时候也一样50块 我就跟你讲2月6号 上礼拜四 今天是不是逆市创新高 各位那这些个股材涨什么 从NVIDIA 从所谓的一个什么AMD的一个较量 NVIDIA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落后补涨 就知道电竞双雄 等了两年了 各位久不久久啊 等了两年了 微星技嘉今年要不要大翻身 各位 明天晚上 2月11号蔡老师到底讲什么个股 圆月营收逆势成长股 带动相关个股的商机探讨 你要赚钱的 明天就是剩下最后布局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一切请让专业的来 各位 信任专业才有资格直求对决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枪在手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把钱准备好 蔡老师教你如何买股票赚钱 一通电话解决你股票所有的麻烦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节目当中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朋友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